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当苹果手机15代在中国销量出现下降 它背后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每年一次的苹果手机 照例在今年又发布了最新15代的产品 那么就我来看 其实这15代和14代13代12代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要是没有那个PPT上面 某一些参数和颜色的不一样 我都不知道这几代手机 放在桌子上 有谁能够分辨出来 你要告诉我 你说你一眼能看出来 我是绝对不信 但是也是奇怪 我们知道苹果从12代到现在的15代 后面的镜头到前面的屏幕 除了某一些大小不太一样 或者说刘海有的是圆的 有的是方的 除此之外的话 在设计风格上总体就没变过 那我就奇怪 难道苹果的粉丝们每一年 甚至于每两年 更换同一款设计 只是稍有那么不同的手机 难道就不会有审美疲劳吗 那我本人其实在很多年前 就是连续用了第六代 第七代 第八代 三代苹果手机之后 实在是出现审美疲劳 所以呢 我改换去了安卓的系统 那么安卓系统 我们知道它的设计厂家 就有很多的不同 手机的款式也有很多不同 至少手机和手机之间 设计上是有很大差别 那当然我明白 每个人有自己选择权利的机会 但是在今年十五代推出之后 到上周为止 一共呢 在二十天时间的销售日期里 其销量对比去年推出的 十四代产品 在中国地区的销量 整整是低了百分之五 如果大家还有记忆的话呢 应该记得去年十月份 就是在国内当时各种疫情 此起彼伏 几乎已经完全压不住 但是呢 还没有放开这么一个节骨引上 那个时候呢 人们相互之间是不会密切来往 也不会经常出去吃饭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十四代发布的前二十天里 总销量也要比现在 全部放开之后 随便走动的情况之下的 十五代要卖得多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部分客户可能出现了生命疲劳 我知道很多朋友们 对苹果手机呢 是情有独钟 但是各位 咱们扪清自问一下 你中意的到底是苹果的操作系统 还是它万年不变的设计 我相信大部分人呢 包括我自己都非常的认可 苹果的iOS操作系统 但是呢 相信和我之前一样 用了六七八 有的朋友们可能用了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代之后 你会不会出现一个 想换一换其他手机的想法 有这个想法的人 应该不会是少数 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 过去几年这十二到十五代之间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那就让很多人对于苹果的手机 设计方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那要不是因为苹果手机呢 用它非常优秀的整个生态链 就是把手机啊 苹果电脑啊 苹果手表啊 苹果iPad啊 甚至于苹果TV 绑在一起 我曾经看到过 有一个电话进来 那手机 iPad 电脑都在想 如果没有这一些功能的话 那么仅靠一个苹果手机产品 我相信 它的客户粘性 一定会每年降低 那么第二点原因呢 引用电影里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就是不是兄弟 我无能 是敌军 太狡猾 那么在过去两年呢 其实由于芯片渠道被限制住 导致之前呢 国内手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 华为手机 不得不依靠呢 它的复牌 荣耀 手机来弥补一些 中低端市场 那么之前华为呢 在Mate系列上 是抢下了苹果 高端手机中 市场排名第一的位子 但是在它这个芯片 比较少之后呢 这个高端的市场份额呢 就被苹果啊 小米啊 vivo啊 或者是oppo一些高端产品 所占据 但是在今年的新品发布会上呢 华为却意外发布了 Mate60系列手机 并且迅速占领市场 虽然苹果15代 光是pro全球的出货量 这一款手机就达到 4000到5000万台 但是华为的Mate60 就是硬生生的从其他厂家 主要是苹果手里 抢走多少呢 600万台的销量 占据原来销量呢 12%左右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由于芯片不够 还是呢 国内是渠道的原因 Mate60现在还是非常缺货 但似乎它越是缺货 消费者呢 越是要挤破头去抢 也因为呢 Mate60意外的发布 导致今年 苹果在中国地区的销量下降 这其中也是第二个主要原因 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国内整体消费能力的疲软 我们知道从主要数据来看 不论是消费总体 总量 还是2023年的新车销量数据 似乎都要比2022年也好一点 但是呢 从很多企业的营销方式上 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到一丝含义 比如说今年10月 国内超市龙头永辉超市呢 它发布官网 说到 在全国的范围门店中设置呢 正品折扣店 就是打折店 并且同步呢 在手机APP上也设置呢 打折专区 提供食品和其他用品的 惊喜折扣价 除了永辉以外 阿力集团下面的河马生鲜 也宣布全面启动呢 是价格下调 其中5000多款产品 出现了价格永久性的下调 而不是呢 暂时的下调 很多产品呢 其线下专享价格 也是下降20%左右 那么其实从过去10个月 三大零售商 京东啊 阿里啊 和拼多多 这三个股票的表现来看 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第一张图呢 是京东2023年初 到现在的股价走势图 几乎是一路向下 第二张图呢 则是有着淘宝和天猫 双品牌策略的阿里 它的股价走势呢 是先高后低 现在终于打平 最后一个呢 则是主攻三四线城市 以及中低端产品的拼多多 它的股价呢 反而是走出了新高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消费板块 拼多多的股价就可以不断上涨 但是京东却下跌这么多呢 我们从两个平台一直主推的口号 其实可以看出一些区别 京东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只做正品 那么拼多多一直奉行的就是呢 大家一起来砍价 你来帮我砍一刀 所以现在的结果就是呢 做正品的销售 京东不断下跌 但是做打折低端产品的拼多多 其销量却是越来越高 说明了啥呢 那还用我多说吗 要不是阿力集团 还有淘宝 这个可以顶住一部分的话呢 如果只靠天猫 它的走势 估计也和京东差不了多少 当时经济好的时候 是谁也看不上淘宝 觉得假货太多 现在呢 经济周期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 曾经被嫌弃的淘宝 却再次成为了阿力的顶梁柱 苹果在中国的下降 以及拼多多的流行 是不是让大家现在都在担心 未来的经济情况呢 那其实任何的情况呢 我们都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的确现在的经济 的确是不如2017或者2018年那么好 但是大家可别忘了 中国几大著名的民营企业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由盛到衰 那么如今呢 经济的下行压力比较大 就意味着为了拉动消费 拉动经济 政府必须出台更多 有利的经济和消费的政策 必须重新呢 帮扶和鼓励民营企业 使其重新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和增加就业 总的来说就是呢 现在对于民企的生存环境会更好 所以苹果销售下降 也许在某些方面 预示的是消费的总体疲软 但是消费的疲软 也将意味着会有更多利好 和对民营经济的帮扶政策会出现 那么当然了 以上所有的分析 其实都是我本人个人的推测 因为买苹果手机减少了几百万人 我们也不可能一一都去做调查问卷 所以就算我们能够猜测出一百个原因 那也只是猜而已 但是各位看官 你觉得上述的推测中 你觉得能够对几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有关苹果销量下降背后原因的分析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三连关注 我是麦克 下期节目 再见